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九篇不朽第十八章 闪妖 罗锋一脉步便直接瞬移进入了神国当中 神国浩荡充斥着无尽神威 并且神国的边缘还在不断的朝外扩张 和神国相比百亿公里直径的无尽幽海就显得不起眼了 神殿力 在无尽幽海上空顿时大量神力汇聚 一座巍峨神殿渐渐成型 这是一座放射出耀眼金芒的神殿 弥漫着浓郁的金芝法则气息 神殿顶部犹如成尖形 当这座神殿刚一成形 就自然成为了整个神国的核心 神国 我的神国 罗锋站在半空中 闭上双眼 双手伸开 很美妙的感觉 这一瞬间 这一瞬间 自己仿佛化为整个神国 神国内一切静节存于一心 山脉 草原 昭泽 沙漠 绿洲 琥珀 罗锋闭着眼睛 感受着整个神国 这一刻 神国和自己 已然合一 在神国中 无尽优害的威能 和神国结合 实力足以暴涨数十倍之多 神国是我 我就是神国 我的神国威能 怕足以灭杀 一些宇宙尊者 罗锋睁开眼 露出笑容 神国的根基 很重要 体内世界 就是神国的根基 就仿佛一座座 摩天大厦的地基 若是基础差 那么先天上 便差得多 而罗锋的体内世界 达到万亿公里直径 使得刚踏入不朽 神国刚一成形 便媲美 很多强大宇宙尊者的神国 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神国已成 罗锋看着下方 无尽优害 我在这无尽优害 能够施展天赋秘法 我为宇宙 优害 天生便对周围时空 有一定掌控 再加上 我为宇宙的操控 再加上神国本身的加持 那违能 想想就够可怕 神国 无尽优害 天赋秘法 我为宇宙 这三者叠加 的确 强到极致 只是若是这么拼命 也代表罗锋 被逼到生死边缘了 毕竟 神国乃是要害 一旦破灭 罗锋虽然能活下 也能保持实力 却永远无法再提高了 除非有超级存在 逆转时空来帮忙 可要对罗锋施展 逆转时空 那代价 实在太过高昂 神国 由无尽优害 这一分身坐镇 罗锋则是携带着 磨砂族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 优害分身 让那三具分身 各自呆在一枚 世界戒指中 随时可以 崩裂世界冲出来 我可以尽情战斗了 就算诸多分身 全部陨落 无尽优害 也能迅速恢复 一个个分身 毕竟 其他分身的神力 加起来 都只是 无尽优害的 一心半点 我唯一需要在意的是 别倒霉的 连至宝 都被抢夺走 罗锋当即 离开了神国 可很快 就接到了 混沌城主的召唤 虚拟宇宙 雷霆倒之钉 罗锋凭空出现 一眼便看到 那站在山崖边缘的 混沌城主 老师 罗锋恭敬喊道 罗锋啊 过来 混沌城主 转头看了眼 罗锋笑着道 是 罗锋略疑惑的 走到混沌城主一边 却自然落后一个身位 混沌城主连道 站在我旁边来 看下面 嗯 罗锋这才上前一步 和混沌城主并列 夫看下方 下方气流弥漫 盈盈能看到 一座座宫殿 这里 居住着我 虚拟宇宙宙公司 所有不朽神灵 混沌城主 俯看下方 感叹道 雷霆倒上 那无数的宫殿 是那些不朽 而雷霆倒中央 山脉的山腰 山腰处的宫殿 则是居住着宇宙 在山顶的宫殿 则是居住着宇宙 之主 一些实力极强的宇宙霸主 也在山顶 罗峰点头 暗自期待 山顶 能够在雷霆岛最高处的山顶 有一座宫殿 也代表着 站在了宇宙最顶尖强者的行列 你跨入不朽 也该选一居所了 混沌城主 道 虽然 你没出手 但是我估计 你应该由宇宙尊者之力了 你就在山腰 选择一座位置 然后建造一座宫殿吧 罗峰略微一正 山腰 是 罗峰恭敬道 每位宇宙尊者 都会有独立的 位面空间当领地 混沌城主道 等会儿 也会给你安排一个 位面空间 罗峰眨外眼 自己的一切待遇 都是以宇宙尊者规格 来安排的 宇宙尊者 已经算是 人类族群的骨干 算是高层 人类族群 很多事情 都参与治理 混沌城主 看着罗峰道 正常的宇宙尊者 都是可以加入 我人类族群 最高会议 不过 你仅仅 只是名不朽 雷霆岛的宫殿 虚拟宇宙的 位面 这些 都是我 虚拟宇宙 公司内部 即可 安排 我能做主 我能做主 可我人类族群 最高会议名额 乃是人类族群 共同确定 我虚拟宇宇宙宇宙公司 一方 是没法做主 混沌城主 道 明白老师 罗峰恭敬道 最高会议 他也听说过 那是人类族群的 宇宙尊者 以及以上的 超级存在们 才有资格参加的 最高会议 许多牵扯到 人类族群的 一些大事 都会在其中 进行讨论 我认为 你有宇宙尊者实力 这还不够 混沌城主道 单单嘴上说没用 需要你用真正实力 来展现自己 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 应该拥有着 宇宙尊者般的地位 弟子明白 罗峰点头 自己没点战绩 谁会相信 毕竟人类 不是特殊生命 很难出现 那等逆天存在 罗峰在借主时 逆天 有强者认定 罗峰是靠的 一些特殊宝物 宝物 能帮罗峰 横行不朽急 却不代表 能帮助罗峰 击败那些 宇宙尊者 宇宙尊者和不朽 这可完全是两个层次 不朽 乃是小兵 炮灰 未来的强者 培养下一代 强者的导师 宇宙尊者 才是族群的骨干 宇宙霸主 宇宙支主 才是族群的支柱 嗯 混沌城主点头 去山腰 选一地方吧 是 罗峰恭敬退去 而后一跃而下 直接朝山下飞去 混沌城主 看着罗峰坠落的身影 暗自期待 他是亲眼看到罗峰 突破为不朽 那不可思议的场景的 所以他才会坚信 罗峰拥有着 宇宙尊者的战力 甚至罗峰说 有把握 击败 卓崇王 混沌城主都相信 雷霆岛 中央山脉 山腰处 这是一座无比 巍峨的山脉 那些宇宙尊者们 都是一个个宫殿群 婆丛 弟子 记名弟子等一堆 每个宫殿群 都是数十万公里 乃至百万公里之境 却也仿佛山腰中的 一点点坠罢了 由此可见 中央山脉之大 骆峰飞行在山腰中 寻找着适合的地方 骆峰 一道声音响起 嗯 骆峰转头看去 远处飞来一道身影 正是穿着青袍 头上有着紫色鳞片的 九剑尊者 九剑尊者 罗锋微笑道 九剑尊者 见罗锋仿佛和普通朋友般的 直接招呼 不由唏嘘 按讨道 这罗锋实力 虽然还不如我 可是作为名传宇宙的 爵士天才 混沌城主的青传弟子 在我虚拟宇宙公司中的地位 却丝毫不亚于我 当年本想 麾下出了一个强者 谁想命运如此捉弄人呢 罗锋 去见您老师了 九剑尊者笑道 不 罗锋锋摇头道 准备找一地点 建宫殿 建宫殿 九剑尊者 略为疑惑 随即笑道 看来是跨入不朽了 不过 不朽是在山下建宫殿的 你怎么在山腰乱逛呢 若是普通不朽 根本没资格在山腰上乱飞 像那些宇宙尊者 宫殿里面的仆仆们 也仅仅是在 宫殿的范围内行走罢了 混沌城主 让我在山腰中 寻找一地点 建造宫殿 罗锋道 九剑尊者一正 心中顿时生起 振振不满 太过分了 一切都得按照规则办事 就算是 虚拟宇宙公司 第一掌权人 做事也该令 麾下强者们幸福才对 在山腰建造宫殿 这是宇宙尊者们的特权 就算那些封王无敌们 也得乖乖地 在山下建造宫殿 任凭是谁的弟子 也不能这么乱来 那你慢慢找吧 九剑尊者眉头微重 强忍不满 当即转身化作流光离去 罗锋见状 轻声道 似乎九剑尊者不太高兴啊 也对啊 我没证明实力 引起宇宙尊者的不愿 也不奇怪 没直接怒斥 恐怕还是不敢冒犯 混沌 城主 威严的缘故 当天 罗锋就选定了位置 也选择了建筑风格 虚拟宇宇宙 就自动帮罗锋 弄出了巨大的宫殿去 自此 这里便成了罗锋的地盘 那刀河王罗锋 在山腰建造了宫殿 就算他跨入不朽 也没资格在山腰建造宫殿 乱来 不管败谁为事 一切得按照实力说话 混沌城主这次 罗锋入住山腰 惹起了些风波 山腰中的那些宇宙尊者们 是经常相互聚一聚的 这乃是宇宙尊者的圈子 他们很自然而然的 对不朽神灵 有一种优越感 高高在上感 现在 突然有一个不朽神灵 住在了山腰 虽然 因为混沌城主的缘故 不敢怒斥贺骂 可相聚时 一个个都对此表示不满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九篇 不朽 第十九章 荣耀 雷霆岛山腰其中一处 一幕瀑布如江河奔腾 悬挂而下 抨击在下方 那广阔的湖泊中 湖泊内 有一直径约数公里的小岛 小岛上 正有八道身影 交谈着 混沌城主 乃我人类族群的支柱 对我族贡献无量 可我们谈的是那刀河王罗锋 混沌城主的大贡献 和那罗锋 可有一丁点关系 哼 混沌城主的地位 靠的是实力 靠的是一次次战斗 靠的是为我人类族群 做出的大量贡献 至于这刀河王罗锋 一个被培养的天才而已 一直在使用族群资源 我可没见他做出什么贡献 他有什么贡献 无偿得到质保 他有什么贡献 无偿得到寿神传承令 天才只是在消耗资源 他们实际上是欠族群的 而我等 却是为族群赚取资源 没有贡献 实力又不如我等 凭什么有我等同列 一名高约八米多 全身满是黑甲 双臂极为粗壮 在他座位旁 还摆放着一巨大的铁锤 他正发出低沉的怒吼 雷鸣尊者说得有理啊 嗯 说得对 其他庶民宇宙尊者都点头 大家少说点 这毕竟是混沌城主的安排 一名正在独自饮酒的 有着六对羽翼的俊美男子说道 就算混沌城主这么安排 那罗锋 也该知道自己没资格占据这等位置才对 雷鸣尊者声音也宛如雷声 低沉的 可他却是厚着脸皮 在山腰上建立宫殿 建立宫殿可不代表有资格与我等同列 看 真眼来了 是真眼 都别多说了 真眼和那刀河王 罗锋关系不一般呢 八名宇宙尊者抬头 一眼看到远处猿人 真眼尊者化为流光飞来 雷霆岛乃是强者聚集地 这交友也是看层次的 宇宙尊者们一般也是彼此交友 像真眼尊者天生喜欢交友 却也结交了好些宇宙尊者 真眼 来坐 真眼 坐 这些宇宙尊者们一个个都比较热情 他们虽然不爽罗锋 可这不代表他们会迁怒真眼尊者 毕竟这些年来 真眼的真性情 也的确是结交了不少关系 极好的宇宙尊者朋友 铁匠 看样子 你似乎一肚子怒气呀 什么事来和兄弟说说呀 真眼尊者直接走到 那六对羽衣 俊美男子对面 也道 血衣尊者 不介意喝你点酒吧 那羽衣男子 微微一笑 当即道酒 这八名宇宙尊者中 论实力 便是血衣尊者 雷鸣尊者 为高 我的确是一肚子怒气 你可知道你弟子罗锋的事 雷鸣尊者 声音雄浑 这话一开口 顿时令其他七位宇宙尊者 都看过来 似乎埋怨雷鸣尊者 雷鸣尊者 却是一瞪眼 我不说 回头真眼 还是得知道 知道什么 真眼尊者一正 你说罗锋 难道是说 他跨入不朽的事 他跨入不朽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雷鸣尊者道 你可知道 混沌城主 竟然将他直接安排在山腰上建造宫殿 和我们诸多宇宙尊者一般 真眼一愣 雷鸣尊者连道 他毕竟只是不朽 不朽怎能在山腰上建造宫殿 这 这 真眼尊者也有些错愕 可能 混沌城主 有些特殊想法吧 再怎样也不该这样 这样 如何让我等宇宙尊者们幸福 难不成 那罗锋 也拥有媲美我等实力 哈哈哈哈 你行吗 雷鸣尊者道 真眼尊者有些迟疑 宇宙尊者和不朽 那完全是两个层次 单单神力上 一般都是相差数百倍 再加上法则感悟上的巨大差距 加上 所创密法深奥程度的差距 实力最起码 要相差数千倍 乃至更多 所以就算是费晋王 竹虫王 靠的也是天赋密法逆天 才能击败一些 普通宇宙尊者 若没有天赋密法 单单神体上略为占优 可法则感悟上的巨大差距 却会令他们一败涂地 不是我等嫉妒 只是足有足规 一切都得按规则办 否则 如何让诸多的强者们幸福啊 雷鸣尊者摇头道 反正 这事已经惹得很多强者不满了 只是没谁敢挑衅混沌城主的威严 所以个个都只是暗中交流 再等着看你那弟子的笑话 不是我说 你若是为了你那弟子好 还是赶紧让他搬出山腰的好 否则是自取其辱了 而且还莫名其妙的 令很多宇宙尊者看他不顺眼 这不吃大亏了吗 雷鸣性子急 可说得有理 学义尊者轻声笑道 真眼 你得为了徒弟考虑啊 真眼尊者脸色也不好看 祖神教的荣耀世界 露天广场 罗锋正和千语王交谈 罗锋忽然一道身影 到了身旁 罗锋抬头一看 惊讶道 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之前给你邮件 要找我 直接虚拟宇宙叫我声 我不就立即到了吗 千语王 我和罗锋有些事说 真眼尊者道 千语王立即乖乖离开 真眼尊者一坐下 就立即将周围隔应 然后盯着罗锋 我刚得到你的邮件 可在雷霆岛上 确实被我的不少好友给抓了去 好友抓了去 罗锋眨把下眼 都是因为你的事 真眼尊者摇头 你这入住雷霆岛山腰 显然引起了不少宇宙 尊者的不满 他们有必要这么小心眼吗 罗锋摇头 你错了 真眼尊者皱眉道 他们有着永恒的生命 他们的亲人 也早就一一老去逝去 他们的生命中 只是在追求强者路 漫长岁月苦修 才拥有现如今的地位 所以 他们其实对于地位 这些看似不值钱的荣誉 很是重视啊 罗锋一政 地位荣耀 真眼尊者轻声道 向我困在封王无敌 无尽岁月 只能隐匿在混沌城 唯有突破到 宇宙尊者行列 才能再度成为 风云人物 才能获得极高的地位荣耀 这些地位荣耀 靠的实力 靠的是对族群的贡献换来的 真眼尊者感叹道 若是连地位荣耀都不在 你说 宇宙尊者们还能追求什么 罗锋突然明白了 他在宇宙中流浪五万年 观察的一般都是弱者 又有几个宇宙尊者给他观察 所以他根本没意识到 宇宙尊者 其实也仅仅是一种生命 只是实力极强的伟大生命罢了 他们也有着一些执着的东西 亲情不在 那么族群的自身地位荣耀 将会是很多强者追求的 为了族群 他们可以死 为了荣耀 他们也可以死 我算是明白了 罗锋唏嘘道 难怪这件事情 会引起这么多强者不满 的确 也不怪他们不满 假如我是宇宙尊者 突然一个不朽天才 获得和我同样的荣耀 我也会觉得很是不爽的 你还年轻 而且一直是最耀眼的 所以你之前没意识到 这点很正常 真眼尊者道 罗锋点头 是 在强者路上 地位和荣耀 的确是很重要的 假若自己成为边缘人物 默默无闻 默默无闻的成为不朽 默默无闻的成为宇宙尊者 默默无闻的陨落 那么这种强者路 实在太枯燥了 真正让人热血沸腾的 是在这条 征程上的战斗 是生死拼杀 是荣耀 我明白了 罗锋咧嘴一笑 我会用事实证明的 会让那些宇宙尊者 明白我罗锋实力的 不就击败一个宇宙尊者吗 击败宇宙尊者 真燕王吃惊 他没见到罗锋突破不朽的场景 所以即使信任罗锋 也无法想象 人类不朽神灵 能够击败宇宙尊者 毕竟就算费禁王 也只是能欺负欺负 最普通的宇宙尊者 遇到真燕尊者 都差点没命 许之费禁王 还是两千倍生命 基因层次的 逆天特殊生命 由此可见 不朽和宇宙尊者 差距的确很大 老师不信我 罗锋笑道 看着就是了 而这时 在露天广场上另外一处 费禁王 看 刀和王就在那 费禁王 也坐在北疆联盟的 诸多异族强者群中 遥遥看着罗锋 真燕尊者 真燕尊者和罗锋 是他在紫禁岛上 最恨的两个 果然 威亚强了些 费禁王冷笑 看来这个刀和王 是真的突破为不朽了 这都超过八万年了 当年他的法则感悟就很高 没想到 硬是拖了八万年 才突破为不朽 才再度现身 真是能够忍的 我等了八万年了 费禁王咬牙切齿 他没有把握 对付真燕尊者 可是 先对付那名气极大的 刀和王 他确实有着一百个的信心 你是不朽 我也是不朽 我亲手对付你 却也不算欺负你了 毕竟 你可是明传宇宙的 爵士天才啊 费禁王咧嘴一笑 露出了獠牙 就在这时 远处罗峰和真燕尊者二人 其中 真燕尊者起身 而后凭空消失 费禁王见状 忽然心中一动 随即便起身 直接朝鸿蒙传承者们 那边走去 费禁王来了 费禁王过来了 鸿蒙的上千名传承者 都转头看过去 连罗峰也略显疑惑看去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九篇 不朽第二十章 费禁王和刀和王 不但罗峰等一些 鸿蒙传承者看过去 就连北疆联盟 以及周围其他 势力团体的传承者们 也都看过来 他们都疑惑 费禁王到底要干什么 嘿嘿 费禁王微笑着 继续行走向鸿蒙团体 虽遭到诸多传承者注释 却依旧微笑着 很快便走到了鸿蒙团体的范围 费禁王 你来干什么 鸿蒙中的一名宇宙尊者站起 我 我来找刀和王 费禁王开口 刀和王 整个露天广场上 注意到这里动静的传承者们 都立即兴奋起来 传说费禁王 曾经追杀刀和王 杀的陶王 只能逃进九幽漩涡中 现在费禁王竟然来找 陶和王 罗锋老有兴趣 看着这费禁王 笑着开口 费禁王 找我有事 哈哈哈哈 八万多年没见了 费禁王 看着罗锋 微微一笑 却隐隐露出獠牙 这刚一见你 我便感觉你的威亚 明显强多了 怎么 刀和王 你跨入不朽了 这话引起不少传承者注意 哎 刀和王的威亚 的确强了不少 可和费禁王比啊 威亚还有差一大截呢 费禁王 那可是逆天的特殊生命 能够和宇宙尊者比拼的 刀和王 再怎么着 也就一人类 威亚差点 也正常啊 远处其他方向 议论纷纷 罗锋也不受影响 微微点头 费禁王 你眼神的确独了 对 我刚刚踏入不朽 恭喜恭喜啊 费禁王朗声大笑 需要传奇性的刀和王啊 你在借主机 就能击杀封王极限 你在借主机 就能从我手上逃命 你才借主机 就能遭到找世尊者的刺杀 而保住性命 甚至于连战超过六十二万场 更是击败海量传承者 嘿嘿嘿 这话看似宫位 可听起来 却很刺耳 在场很多传承者 听了都觉得不舒服 因为罗锋的声明 乃是踏着他们成就的 不过他们也得承认 这罗锋很厉害 借主机就能做出 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这等传奇性的借主 终于跨入了不朽 嘿嘿 费尽王感叹道 我也得承认啊 在借主 即使无法做得比你好 现在知道你跨入了不朽 我是高兴啊 非常的高兴 谢了 罗锋开口 费尽王顿时咧嘴 露出獠牙笑了 你在借主就能那么强大 现在你跨入不朽 肯定更加强大了吧 露天广场上 很多传承者们 虽然觉得费尽王 这么夸赞罗锋很怪异 可他们也得承认 罗锋在荣耀世界中 战斗不借主外力 都能赢那么多 这还是借主机 现如今的罗锋 战斗力肯定很惊人 我来 一是恭喜你 二 便是向你挑战 费尽王盯着罗锋 你刀河王 是一个值得我费尽王挑战的对手 你刀河王 也有资格让我全力以赴 你和我进行一场生死战斗 刀河王 你敢不敢啊 费尽王盯着罗锋 寂静 露天广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无数传承者们激动兴奋 却个个屏息不发出声音 看向罗锋 生死战斗 罗锋 眉毛一线 在哪战斗 难道是荣耀世界内 当然不是 世敬王铁视了下嘴唇 金色双眸中满是战役 我说的是在现实中的战斗 我们可以选择祖神秘境中 一处地方进行战斗 并且都承诺 绝对不请任何帮手 而是纯粹的你我 一对一的生死对战 你敢不敢啊 嘿嘿嘿 不需要找理由 只需要告诉我 你敢不敢 如果怕了可以拒绝 费尽王咧嘴一笑 不过我认为你刀河王 乃名传宇宙的爵士天才 应该不会让我失望 费尽王盯着罗锋 拒绝还是接受 整个露天广场上 寂静无比 数千万传承者 都在仔细观看聆听 刀河王的确是一个传奇 只是他成为不朽后 敢和同样是不朽的费尽王一战吗 费尽王虽然不具有传奇性 却是足以震慑 无数不朽的强大特殊生命 敢不敢接受 若是罗锋怕了 不敢 那么在场的传承者们 也会理解 毕竟面对强大特殊生命的 生死腰战 又有几个敢接受 可虽然理解 但是只要罗锋拒绝 那么他之前闯出的荣耀名声 将会大大受损 罗锋是不朽 费尽王是不朽 同样是不朽 罗锋原来还是会怕费尽王啊 拒绝还是接受啊 费尽王盯着罗锋 罗锋忽然站起 看着面前的费尽王 咧嘴一笑 既然 你自己找死 我又怎么会不给你机会 顿时 整个露天广场的 数千万传承者们 有些沸腾了 都激动了 你接受了 费尽王眼眸中 金光四射 战意透天 笑话 罗锋目光 扫向四周 同级别的腰斩 我罗锋就绝对不会拒绝 声音响亮 响彻整个露天广场 哦 张狂 嚣张 这让无数传承者们 为之镇静 这句话太嚣张了 就连远处一直在 默默观看的 竹虫王 都露出了歇斯的笑容 竹虫王 他说同级别腰斩 就不会拒绝呢 一名穿着半透明的 紫色战甲 忧郁少年 看似少年 却又像少女 男女难辨 轻声一笑 你就 能忍下这口气 若是我还是不朽 我肯定会出手 解决了他 子与尊者 你是尊者 就别掺和这些事了 竹虫王瞥了眼 这子甲少年 子甲少年 名为子与尊者 也是逆天的特殊生命 而且生命基因层次 比竹虫王更高 是当年紫禁岛上 最凶惨的一个不朽 当时 就有不少宇宙尊者 陨落在其手 后来跨入了宇宙尊者行列 更是成为祖神教中的 一大强大战力 更何况别说我去挑衅他 单单费晋王这关 他就难过呀 卓虫王 摇头倒 那罗锋太过骄傲 最说他是绝世天才 可费晋王也是特殊生命 两千倍生命基因层次 代表着无比巨大的差距 嗯 子与尊者点头 作为特殊生命 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自信 骄傲 哈哈哈哈 很好 费晋王顿时大笑 我发邮件给你 定下宇宙空间坐标 就选离祖神秘境传宗之地 极尽处的一处虚功 可以 罗锋点头 时间 罗锋接着问道 越快越好 不过也得给你点准备 半天后坐标地点 费晋王愈加的兴奋 好 罗锋点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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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晋王咧嘴大笑 笑容 显得争议 看着罗锋 刀河王 没想到你这么有胆色 哈哈哈哈 希望你战斗到最后 还能笑得出 罗锋 微笑道 有个性 费晋王 咧嘴笑道 不过死得最快 费晋 费晋王 凭空消失不见 罗锋看了周围一眼 也注意到 远处 卓虫王 和那妖族少年的注视 依旧是微微一笑 而后 凭空消失 风暴 一场风暴 顿时掀起 整个祖神教的上义传承者 都沸腾了 就算真正的 两名宇宙尊者厮杀 也不至于 这么让大家激动 因为不小极 就拥有宇宙尊者战力的存在 的确是比宇宙尊者 要更加珍贵些 费晋王 逆天特殊生命 拥有宇宙尊者战力 刀河网 明传宇宙的人类族群 超级天才 已跨入不朽 二者 生死战 这消息 具有何等的爆炸性 几乎瞬间 就透过无数传承者 传递向宇宙一万族群 宇宙各大超级势力 都是第一时间得知 向人类族群 也透过人类族群的传承者们 迅速知晓了这件事 什么 刀河王罗锋 和那费晋王要生死战 在主神秘境中 进行生死战 开什么玩笑 是啊 费晋王那可是强大的特殊生命 真正拥有宇宙尊者战力的存在 普通的宇宙尊者 都很可能栽在他手里 刀河王 实在太鲁莽了 刀河王有天赋分身之术 不会死的 不会死 可他被击杀 他的质宝不就被夺走了 他的质宝 可是我们人类族群 侧于他的 如果被一族费晋王夺走 这是我们人类族群的损失啊 莽撞 自大 狂妄 原本就对罗锋 入住雷霆岛山腰 很不满的许多人类宇宙尊者 听到这时候 更是觉得这个绝世天才 自信的过了头了 对于许多过度自信 成为自大狂的绝世天才 他们也的确见过 只有真正狠狠跌一个跟头 这些超级天才 才会清醒的 尽此一意 他会清醒的 只可惜啊 为了让他清醒 很可能要付出质宝的代价 罗锋确实居住在 紫荆岛上自己的居所内 这费晋王的确是很自信啊 罗锋轻声笑道 旁边天阵王恭敬道 主人 这次混沌成主 让主人 入住雷霆岛山腰 等于是将主人 放在火上烤啊 我当然明白 罗锋点头 所以我才要借费晋王 将这把火弄得更旺一点 真经不怕火烈 火够旺 才能体现我这块真经的真 时间差不多了 罗锋起身 欲助主人 战胜归来 天阵王恭敬道 哈哈哈哈 准备好庆功宴 战胜后 我要请千语王 茶曼王他们 还有老师赴业 罗锋哈哈一笑 直接跨步而出 紧跟着 便顺移到了 紫荆岛岛主宫殿前的广场上 透过那喷泉水墓 直接传送到了 秘境之地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九篇 不朽 第二十一章 疯狂的 罗锋 祖神秘境的一片虚空中 有这些山脉碎片漂浮 在其中一座山脉碎片上 正站着一道沟楼的身影 正是费敬王 一道银色身影 凭空出现 降落在另外一片 山脉碎片上 费敬王 你来得真是快呀 罗锋站在山石上 双翼展开 你来得也不慢嘛 远处虚空中的费敬王 宁笑着 当初我以为 你的质宝羽翼 失落在那九幽线窝中 却还是在你手里 应该是你人类族群的某位超级存在 帮你从那拿回来的吧 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罗锋摇头一笑 荣耀世界露天广场 上亿传承者聚集在露天广场中 所有传承者都坐着 摇摇看着在整个露天广场中央的身影 费敬王 这一战 我会进行虚拟网络同步传送播放 费敬王环顾四周 谁赢谁败 看个清清楚楚 凤 费敬王摇指半空 顿时光线射出 在半空中形成虚拟投影 所有传承者都清晰看到 罗锋 费敬王分别站在 两悬浮的巨大山脉碎片上 摇摇相对 赶紧回禀祖礼 这非晋王真疯狂 真自信 竟然主动进行 虚拟宇宙网络同步播放 他可是特殊生命 怎么可能不自信呢 这虚拟网络同步传送播放 也被大量的传承者 迅速转播回各自族群 看看那人类会死得多惨 他死定了 北疆联盟那边气势滔天 鸿蒙这边的传承者 却都屏息观看 千语王更是压低声音 询问真眼尊者 真眼尊者 刀何能赢吗 看着吧 真眼尊者 也死死盯着半空中那投影 这一刻 不但祖神教上义的传承者们关注 而且宇宙中的一些超级大势力中的高层 也在关注这一战的讯息 比如人类族群的很多宇宙尊者 便是非常的关注 罗锋站在悬浮的山峰碎片上 摇看远处费晋王 耻笑道 费晋王 没想到 你还进行虚拟宇宙网络 同步传送播放 怎么 怕了 费晋王 争鸣一笑 露出疗痒 既然你愿意丢脸 让无数族群看到 我当然没必要阻拦 罗锋摇头 到这份上还嚣张 哼 你我都已经早早到达 看来也是没必要拖延时间了 就此一战吧 费晋王 冷哼道 哼 想早点死 我成全你 罗锋随意道 费晋王表情愈加正义 张狂的人类 费晋王咬牙怒喝 轰 全身神力瞬间燃烧 气息猛的暴涨 强大的能量 令周围的虚空 都直接扭曲撕裂 虽说费晋王 在特殊生命中 属于体型小的一位 可依旧比人类要大得多 单单体型上 便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坑 他的右爪 瞬间表层 煞时浮现出一层 血色冰冷爪套 那锋裂的爪锋 令周围空间都自然割裂 轰 罗锋 撇嘴一笑 神力瞬间燃烧 气息也是猛的暴涨 令周围空间直接扭曲撕裂 威势丝毫不亚于费晋王 怎么可能 费晋王露出惊色 之前的罗锋 在荣耀世界中的威亚 虽然增强却还不如他 就在刚才他见到罗锋时 罗锋的威亚 依旧不算太强 可现在一燃烧身体 怎么爆发出的气息 丝毫不亚于他的特殊生命 他在神体上 可是比宇宙尊者都要强上线 你隐藏实力 费晋王盯着罗锋 传音怒吼道 晚了 罗锋双翼一展 左手平身 密密麻麻的星辰 从中悬浮 足足五百二十颗黑色星辰 悬浮着 黑色星辰上 隐隐有着法则印记 当罗锋强决的燃烧的神力 灌入其中催动后 嗡嗡嗡 每一颗星辰 微能都大到极致 令周围 原本就撕裂出一道道 缝隙的空间 轰然崩溃 直接形成了黑色空洞 赫然乃是 微型黑洞 没有任何一空间碎片 能碰触到这些星辰 苛刻星辰 微能无量 五百二十颗星辰 五百二十个微型黑洞 重宝的威力 是随着使用者实力提升 而不断增加 而罗锋的神体 比很多宇宙尊者都强上去 燃烧状态下 令每一颗星辰的微能 大到极致 虽然 还没施展秘法 可每颗星辰 催发到极致下 单单重量 就自然增长到 令周围空间 自然塌陷 形成黑洞 你这是至宝 费晶王 见状大惊 这威能太吓人了 我说过 晚了 罗锋猛的一挥手 五百二十个 微型黑洞 瞬间 蹦发出无数金色丝线 彼此缠绕 紧跟着 半空中 就出现了一头 散发着 无尽霸道气息的兽神 那五百二十个黑洞 就仿佛五百二十个骨节 一节节相连成 那条兽神的尾巴 而费晶王 却咬牙切齿 一切太突然了 本以为是 蹂躏罗锋的 没想到 罗锋燃烧 神体的气息 丝毫不亚于他 甚至于 盈盈压上一头 而施展出的 念力兵器 更是至宝 呀呀呀呀呀呀呀 费晶王咬牙 传音咆哮 可恶的人类 你的气息威呀 是靠智宝 故意释放这么强的吧 勇于兵器 哈哈哈哈 我乃是特殊生命 我的神体远远超过你 你有智宝也没用 死吧 费晶王迅速扑向罗锋 战斗在一开始 二者几乎同时 都施展了空间封锁 秉如日月 红光如刀 丝夜幕 罗锋双翼一震 瞬间便闪躲开去 同时摇摇看着 那巨大的兽神 喉 兽神发出 无声的怒吼 杀来的费晶王 几乎同时 发出无声的怒吼 施展出天赋秘法 我在借主机 便能凭借塔珠硬抗 更别说现在 而且以我的意志意识 以及神力雄魂程度 就算没塔珠 怕也能抗下 罗锋印授了这天赋秘法 一击 却丝毫无损 他冷漠看得远远兽神 和费晶王的第一次交手 这便是精神念试 无需净身战 一切尽在掌控中 轰 耀艳的红光亮起 兽神尾巴不动则已 一动 直接化为一道 耀艳的红光 罗锋现在创出的 究极绝学 前三制 论速度 这第二次便是排在第一 而且 所有威能 静节融入这一击中 若是敌人躲过 或者扛下 怕是要蓄势 才能施展第二击 红光 撕裂虚空 直接降临在 费晶王身上 好 费晶王咆哮着 挥动力爪 通 无可批敌的冲击力 令费晶王的 利爪手臂 瞬间断裂 紧跟着 瘦身尾巴 狠狠地抽打在 费晶王的胸口上 砰 整个神体 都隐隐碎裂 同时 神体表面 隐隐显现出 一层金光 正是护体质宝战甲 不 不可能 费晶王惊怒看着 遥远处 平静毅力虚空的 罗锋 他的身体 竟然瞬间被掩灭 百分之六 这还是 他有 至宝战甲的缘故 罗锋感觉到 费晶王气息的 一丝衰落 却暗自点头 和我预料的 差不多呀 论神力 自己比费晶王 还强上一些 论武器 对手虽然有 质宝护身 和自己施展攻击的 星辰图 也是质宝 论绝学 虽仅仅施展 万星步道图 第二十 可第二十的 究极绝学威能 已然远超过 第三次的 巅峰绝学 其实从 施展师的 星辰数量 即可看出 第三次的 巅峰绝学 需要一百六十 克星辰 而第二次 究极绝学 却需要 五百二十克 这位费晶王 虽自创出 抓法 显然 刚刚达到 巅峰绝学层次 这便令 罗锋 实力 超过对手 而且 自己逆天的 意志意识 令燃烧 神力操控时 唯能 更是飙升 武者 一脉 攻击时 对意志意识 要求低血 精神念师 一脉 却很重视 意志意识 弱的意志意识 会令念力 兵器攻击弱 而强大的意志意识 反而令 实力飙升 罗锋 就是如此 所以才能 瞬间消耗 对方 百分之六的身体 虚空中 费晶王 你完蛋了 罗锋 冷漠 盯着远处的 费晶王 轰 兽神 一次次追杀去 一次次 兽神尾巴拍击 令费晶王 整体不断损耗 他拼命逃窜 可是他逃窜的速度 又怎么比得上 念力兵器 追杀的速度 就算是罗锋 有事无语意 也不敢说 比念力兵器 质保速度还快 逃无法逃 只能一次次被抽打 他有质保护身 罗锋 也有质保攻击 完全抵消了 这一方面优点 我的身体明显 比你大得多 你要完全掩灭掉 我的身体 即使耗费身体能量 仅是我百分之一 你那渺小的身体 也根本不够消耗 费晶王却显得 很是疯狂 是吗 罗锋冷漠一笑 实力强者一方 在神力掩灭上 是占优势的 像封王极限强者 论神力 其实和封王巅峰相等 只需靠着神力 振服秘法 或者攻击手段 令实力 强上十倍罢了 所以 才能几方消耗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即可杀灭 封王巅峰神体 道理一样 罗锋攻击力上 强了数十倍 要杀费晶王 罗锋消耗的能量 也得超过百分之一的 费晶王神体 可显然 罗锋神体太过渺小了些 怎么回事 你身体怎么一直不衰弱 费晶王金色的眼眸 瞪得滚圆 满是惊怒 白痴 我有天赋分身之术 罗锋宁笑道 他的一枚世界戒指中 正有着一尊幽海分身 高达九千多公里的 幽海分身 正在源源不绝的 把神力迅速供应 补充消耗 令地球人本尊 依旧是百分之百的 完美状态 啊 费晶王露出惊恐色 怎么忘了这一点 你的另一分身 携带在身边 费晶王顿时疯狂了 可恶的人类 他拼命想要逃跑 可是念力兵器何等的快 只见兽神 犹如幻影一次次降临 一次次抽打 令其身体不断消耗 百分之五十一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三十九 之前是你老师真言 现在又是你 费晶王完全疯狂啊 抱抱抱 费晶王咆哮 他没得选择 若是再不自爆 恐怕会被罗锋杀到陷入沉睡 呼咙 费晶王最后剩余的神体爆炸了 一时间 上千万公里的空间 瞬间被肆虐化为无尽空间离子流 而在遥远处 一道巨大的身影凭空出现 见到这一幕不由摇头 来晚了 知道不妙我立即赶来 可还是晚了 费晶王自爆了 嗯 在爆炸余波中 罗锋丝毫不为所动 转头一眼 看到远处身影 一看便令罗锋大吃一惊 配封尊者 北疆联盟的超级强者 候选神将之一 虽然比真正的神将弱些 却也算是一名宇宙霸主了 道河王 放心 我不是来杀你的 你虽杀了费晶王 可他遗留的质宝 却是我北疆联盟的 我要带走 配封尊者神力传音道 同时 犹如流星光速飞来 费晶王是我所杀 质宝自然是我的战利品 罗锋直接开口道 燃烧 燃烧神力灌输下 声音犹如雷声轰隆 响彻在破碎的空间中 同时 远处由五百二十颗星辰 形成的巨大兽神 也是一把抓住了 那费晶王自爆后 遗留的空间戒指 质宝战凯 血色爪套 金球等诸多重宝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九篇 不朽第二十二章 宇宙霸主 兽神 那巨大的踢爪 抓住战利品后 化作一道流光飞毁 其飞行速度之快 也让那配封尊者 根本无法追上 到手 罗锋一挥手 迅速将空间戒指 世界戒指 质宝铠甲等一些战利品 给收入自己的世界戒指中 刀河王 你太贪婪了 愤怒爆赫 直接传音在 罗锋脑海炸下 罗锋回头 看着远处 配封尊者冲来 不由传音 耻笑道 配封尊者 你贵为候选神将 不会脑子坏掉了吧 那费晋王如果杀死我 难道 你以为他会将我的质宝 留给我人类租去 真是笑话 有本事靠实力来夺吧 配封尊者 欲加愤怒 是 宇宙中 弱肉强食 靠的就是一个争 费晋王若是杀了罗锋 自然夺了罗锋的阵 只是在配封尊者看来 他堂堂候选神将将领 都已经发话 而且还网开一面 不杀刀河王了 这刀河王就该乖巧点 把质宝奉上 大家不就都好了 愚蠢的家伙 你实在太过自大了 配封尊者传音咆哮 那六只眼中 迸发出怒火 他身高三百多米 论体型 比这费晋王还要 威额高大写 虽然靠速度 一时间追不上罗锋 可愤怒的 配封尊者 当即就是猛的一张嘴巴 呼 无形的攻击 瞬间以光速迸发 直接追向罗锋 灵魂攻击 这灵魂攻击之快 比之念力兵器 还要快上一筹 而且无比的灵活 不好 罗锋脸色一变 却又根本无法闪躲开 只能咬牙硬抗下这一击 配封尊者 可是候选神将 代表在七十二种神将传承的其中一方面 已经达到极致 首先 灵魂振幅已经达到最高值一百倍 其次 他也学会了属于神将的一套特殊攻击 这攻击威能 比很多特殊生命的天赋秘法 还要强大 作为神将传承最终秘法 在秘法精妖层次上 绝对是属于宇宙之主层次的秘法 配封尊者 作为和席罗多一个层次的存在 他的生命基因也超越了六十倍 加上作为宇宙尊者 本来就比不朽极限高上百倍 所以他的身体 乃是超过六亿倍借主之力 比罗锋地球人本尊 还要强上一筹 神体强 灵魂振幅达到极限 意志意识 也是宇宙霸主水准 秘法 更是宇宙之主层次的秘法 完全是利压罗锋 看似无声 当攻击降临自己神体的一瞬间 罗锋就感觉自己神体 每一分神力都遭到可怕的攻击 这是一种直接攻击神力中 生命印记的阴狠手段 欲要毁掉所有生命印记 那就等于是毁掉了罗锋的灵魂 阵 阵 阵 罗锋心中咆哮 强大的意志意识 以及燃烧的神力操控的塔柱 塔柱放出万千毫光 镇定罗锋整个神体 任凭那配风尊者的攻击手段 再猛烈 硬是抵抗出一股股冲击 虽说各方面和配风尊者差距都较大 若是没有塔柱 恐怕仅仅这一击 就令罗锋整个神体完全崩溪 可是至宝的威能就在这儿 当年借主机 凭借塔柱 便可硬抗费经王的天赋秘法 现如今神力强度 也达到配风尊者的一半 差距并不算大 更有塔柱镇守灵魂 哈哈哈哈 配风尊者 你的手段也就一般嘛 罗锋传音而来 同时双翼一阵 化作流光 就要逃离开去 他可知道 一名宇宙霸主 可是有诸多手段的 自己现在实力 去硬抗一名宇宙霸主 怕是得底牌进出 才能去搏一搏 即使底牌进出都不一定赢 现在自己刚刚跨入不朽 像顶级质宝结家的 还没有到手 拼有一点把握头没有 没必要拼 事无语一施展下 罗锋宛若流光 在大量的空间碎片浪场中 迅速逃逸 什么 挡住了 佩风尊者大惊 当年费晋王追杀罗锋 最后推断 罗锋有灵魂类质宝 可这消息 费晋王并没有回禀给 北疆联盟族群高层 因为在超级强者交战中 灵魂类攻击是非常狠辣的手段 所以灵魂类质宝也无比的珍贵 向质宝战开 是无语义的 紧紧削弱 灵魂攻击罢了 而灵魂类质宝 却是完全的镇守 若说飞行宫殿般的质宝 是抵抗物质攻击的逆天质宝 那么灵魂类质宝 就是保护灵魂的逆天质宝 相比较而言 灵魂类质宝 反而更让强者眼馋 所以当年费晋王没敢公开 一旦公开 恐怕罗锋就会被北疆联盟的超级存在 给击杀夺走灵魂类质宝 就轮不到他费晋王了 他再忍 再等着 等待这次机会 他满怀信心 可结果他费晋王 被逼得只能选择自爆 看到罗锋化作流光逃逸 佩逢尊者 在后面急速追着 并且同时施展出他的另一大秘法 法则领域 佩逢尊者心中是很气急 他知道不能妥 因为很快人类族群超级存在 恐怕会赶来 到时候就没机会了 呼 方圆上一公里 瞬间一片寂静 完全陷入 时间法则的 法则领域中 罗锋也陷入其中 法则领域 时间法则的 法则领域 罗锋大惊 不朽门可以施展法则领域 这宇宙尊者同样可以 而时间空间 乃是金木水火土 风雷电光线 更加高端的一种法则 领域范围也更大 透过对法则领域的操控 是可以令法则领域 唯一能暴涨 当年罗锋是借主 他的世界投影 虽然超强 比很多普通不朽的 法则领域强 可风猴级不朽 凭借对法则领域的控制 就力凭 罗锋世界投影了 风言 佩风尊者 冷漠盯着远处的罗锋 无尽的时间领域中 时光流速 诡异莫测 罗锋想要逃跑 却仿佛怎么都逃不快 而且周围还凭空出现一道道 微型龙卷风 这些微型龙卷风 大概都是眼珠大小 完全环绕在罗锋周围 开始疯狂围绕着 缠向罗锋 滚 罗锋施展事无语意 约要遮挡 可眼珠大小的微型龙卷风 仿佛一个蚊子 轻易躲过语意 并且直接碰触罗锋神体 罗锋又不敢完全合拢 事无语意 因为一旦完全合拢 那么速度锐渐 会被沛风尊者 立即就追上 虽然现在时间法则领域下 受到影响 可法则领域并非无敌 自己还能透过变相等等 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这些微型旋风 一碰触罗锋神体 宛若蚊子狠狠一口吞吸 哇 罗锋神体 从百分之百就锐减到 百分之四十 吓得罗锋脸色大变 直接掩灭我的神体 罗锋大惊 幸好世界戒指 溶于体内 而三枚世界戒指中 分别藏着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 精角巨兽分身 只见幽海分身 所在的世界戒指 释放出一股股雄浑的神力 令神体瞬间恢复 百分之百 身体不断锐减 不断恢复 不断锐减 不断恢复 这就是宇宙霸主 这还没近身 单单远距离的手段 便这么可怕 罗锋拼命施展 事无语义 在时间法则领域下 凭借灵活性 加速减速突然性 一直保持着距离 竟然没死 佩峰尊者错愕 虽说他这一招 对付和他同层次的宇宙霸主 没什么用 但对于弱些的宇宙尊者来说 却绝对是杀招 这乃是结合时间法则领域 所创出的一招 绝对是群杀的招数 身体虽不断损耗 可竟然一直维持在 百分之百的完好状态 对 天赋分身之数 他定是携带了一个分身 佩峰尊者顿时猜到 之前罗锋和费敬王战斗时 费敬王刚开始 是进行虚拟网络 同步传送播放 可当他被罗锋 蹂躏着打时 他自然无法厚着脸皮 继续在荣耀世界中待了 于是自然是 关掉了同步传送播放 所以 荣耀世界 露天广场上亿传承者 还有宇宙中 很多超级势力 仅仅知道 费敬王被罗锋完全蹂躏 毫无还手之力 至于之后的事 他们就看不到了 所以佩峰尊者 还真不知道 罗锋携带着分身来战斗 分身 佩峰尊者眼睛亮了 有着一丝疯狂 他携带着分身 很可能本尊分身都在 那么只要杀死他和他的分身 很可能真正杀死他 佩峰尊者 这下心动了 之前他嘴上说不杀刀河王 是因为知道 即使杀了刀河王 刀河王还是会复活 可现在 刀河王明显带着分身 一起来战斗 虽然不知道 刀河王 有几个分身 可一般天赋分身术的分身 都不会躲 连着本尊 有些共两个神体 有些共三个神体 杀 佩峰尊者的六只眼中 掠过一丝寒马 紧跟着猛的低哼 鼻腔中 竟然喷发出两道黑风 两道黑风 仿佛两条微型巨龙 相互缠绕着 嬉闹着 直接飞向远处的罗锋 这两道 缠绕 嬉闹的黑风 没有任何压力 可所过之处 所有的空间碎片 都完全消失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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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锋金钟 感觉到 极端危险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九篇 不朽 第二十三章 刀河王 你够狠 若是被这两道黑风缠上 恐怕我这人类神体 会瞬间掩灭 罗锋虽然在战斗密法等诸多方面 远没有宇宙霸主强大 可也隐隐约约能够感受到了 所以他会很清楚 这两道黑风 是他遇到最可怕的攻击 佩风尊者出手一来 共出三招 第一招 是属于神讲终极密法 威能极其可怕 幸亏 罗锋有塔珠镇守灵魂 才抗住 第二招 属于群沙寺的物质攻击 威力虽然小 一般是应付 弱小宇宙尊者为功用的 对罗锋也足够了 仅仅一个碰触 就能掩灭罗锋过半身体 第三招 却是真正和宇宙霸主厮杀 才会使用的物质攻击 论威能 两道黑风 比之前那些威形旋风 强上百倍千倍 不好 若是使用古川银河 可在时间法则领域内 恐怕我逃不掉 最后连古川银河 都会被他搜走 而摩杀族分身 施展欲 只能独自施展 所以得将地球人本尊 收回世界戒指猜血 可显然 那佩风尊者 绝对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罗锋事无语义 以极快的速度穿梭 脑海中迅速做出了决定 古川银河 摩杀族分身 都不合适 只能使用那一招了 我的神将秘法攻击 竟然被挡住 他一定是有灵魂类质保 一定是 佩风尊者 急速追向罗锋 眼眸中 却忍不住 露出贪婪之色 难怪呀 难怪当初那费精王 都没能击杀 借主机的刀贺王 费精王的天赋秘法 可是极强的 原来是由灵魂类质保 佩风尊者很自信 神将终极秘法 就算宇宙霸主 恐怕都要受到重创 罗锋却能接下 肯定是有灵魂类质保 灵魂类质保啊 人类族群 还真是宠溺着刀贺王啊 我宇宙霸主 都没这等质保 佩风尊者 满是期待着 那两道光速飞去的黑风 死吧 死吧 你的质保就是我的了 佩风尊者 乃是宇宙霸主 却仅仅两件质保在身 而且 都属于比较常见的 非常普通的质保 一件是护体铠甲 一件是一柄战刀 现在人类族群的天才 他便能迅速判定 有质保余裔和灵魂类质保 这两件 显然比他的珍贵 死吧 死吧 就算 就算拥有质保铠甲的宇宙尊者 面对我这一招都有很可能隐落 佩风尊者 佩风尊者满怀期待 无声无息 两道黑风缠绕着 嬉闹着 却急速逼近罗锋 佩风尊者 是你逼我的 罗锋传音 争鸣咆哮道 轰 罗锋身后 忽然出现一无比巍峨 宛若一座高山般的身影 这座身影高达九千多公里 罗锋才不足两米高 九千多公里高的身体 实在是太可怕了 紧紧一出现 面临远处的佩风尊者 震惊的瞪大眼睛 这 这是什么特殊生命 佩风尊者震惊 九千多公里高的 类似人类的身体 这一般得是生命基因 超过千倍的血肉类生命 才会有这么大的体积 地球直径 也就刚过一万公里 堪比地球高度的生命啊 可以想象 何等巨大的身体 风 九千多公里的身体 瞬间完成燃烧 无尽神力 气息滔天 令周围时间 法则领域都不稳定了 虽说 优害分身 仅仅一千倍 声明基因层次 地球人本尊 是三千倍 可对时间法则领域的压迫 显然是优害分身 要大上万倍 百万倍 因为优害分身 实在太大了 他每一刻燃烧的神力 是地球人本尊 燃烧神力的上一倍 都不止 轰 优害分身 凭空出现后 和两道黑风距离 已然极近 两道黑风 是以光速急速 追向罗峰 优害分身 是出现在罗峰身后 反向迎过去 加上罗峰选择 让优害分身 出现的时机 非常准 在黑风距离自己 只剩下一万公里时 优害分身出现了 优害分身 直接笼罩向黑风 二者瞬间碰出 万若骄阳下的鸡血 迅速融化 优害分身 那庞大神体的神力 在不断掩灭 大 大 大 优害分身 哈哈大笑 笑声 回荡在 无尽空间中 只见他整个神体 都猛地变大 从之前九千多公里高 直接变成十万多公里 这体积变大 代价是体内神力密度 变得稀薄 实力受到影响 那两道黑风 在优害分身体内 却仿佛陷入 囚龙中半 每移动一分 都得掩灭周围的神力 黑风不断掩灭神力 可优害分身的神力 太凶魂了 优害分身的每一份神力 都媲美宇宙尊者 达到一亿倍借助之力 我有足足九千多公里高的 神体给你掩灭 我看你两道黑风 能掩灭多少 罗峰仗着 就是神体大欺负人 像神体超大的 陨落概率基底 就是因为站在那 给你杀 都难杀光 数秒钟后 两道黑风 在掩灭巨量的神力后 终于消散 竟能毁掉我 百分之九的身体 普通宇宙尊者 就算自爆 都能毁掉我 千分之一的身体 你能毁掉我 百分之九 优害分身 哈哈大笑 不愧是宇宙霸主啊 呜 优害分身 直接飞向 佩峰尊者 之前 佩峰尊者 就在追杀罗峰 所以 二者距离 也就近千万公里远 此刻 优害分身 直接急速 飞扑过去 地球人本尊 和优害分身 完全是 直线反方向 只要你想 追他地球人本尊 就必定和我 距离更近 岛河王 你以为神体 强就无敌吗 佩峰尊者 传音怒吼 同时直接迎向 优害分身 我让你知道 实力差距大 身体再大也没用 优害分身 佩峰尊者 二者 直接撞击 爆 爆 优害分身 猛然疯狂怒吼 同时完全自爆 什么 佩峰尊者 大惊 天哪 这绝对超乎 他的意料 因为 任何一个拥有 强大神体分身的 超级强者 都是舍不得自爆的 九千多公里的身体 一旦自爆掉 想要再恢复 那 这么多神力恢复 代价太昂贵了 向世界书 等体积巨大的 谁舍得自爆 舍不得自爆 可一旦自爆 等于是将 九千多公里 身体的能量 在一瞬间 就完全爆发 这威力 也将大到不可思议 哼 CONCENT 毁天灭地的 毁天灭地的般的 攻击 在瘤海 封身周围 十万公里内 完全一片寂寂 百万公里内 无尽神力 充击 千万公里内 境洁都是空间 离子流 上亿公里内 都是空间碎片 境洁粉碎 混蛋 一道愤怒的怒吼 从爆炸最中心处爆出 一道耀眼的散发着青色光芒的身影 溢立在爆炸最核心处 周围更是环绕着黑色气流 该死 你该死 那耀眼身影的六只眼睛满是疯狂 佩逢尊者 够了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虚空渐渐平静 两道强大身影遥遥相对 一是那气息滔天的佩逢尊者 一是散发着相似气息的狼人强者 在那狼人强者身侧 便是罗锋 罗锋看着身前的揪封尊者 揪封尊者 也是接受过完整神将传承的 也是候选神将 宇宙霸主即存在 刚才在罗锋 幽海分身爆炸时 揪封尊者终于赶到 罗锋自然是逃到 揪封尊者旁边 他可不想再斗下去了 宇宙霸主也太强了 我幽海分身 九千多公里高的神体 瞬间完全自爆 也仅仅是伤了他 罗锋想到 佩逢尊者 揪封尊者 遥遥相对 他们俩都是候选神将 而且还都是同一种神将传承 关系匪浅 揪封尊者 你要拦我 佩逢尊者 怒视远处狼人强者 我是人类 我自然是帮助我 人类强者 揪封尊者冷声道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佩逢尊者的六只眼睛中 都有着黑色漩涡 周围黑色气流 欲驾汹涌 揪封尊者 却是冷漠的 佩逢尊者 你本来就不是我对手 现在又损失百分之二十的身体 我劝你还是离开吧 我已经到了 若是你乱来 我人类族群 其他强者 恐怕也会抵达 混蛋 可恶 佩逢尊者 咬牙切齿 他真的怒了 他是谁 他是堂堂宇宙霸主 要接受完整神将传承 是何等艰难 他做到了 作为高高在上的宇宙霸主 是很少吃亏的 就算吃亏 一般也是 栽在其他宇宙霸主 乃至宇宙之主手里 他对付罗锋 虽说连下两次狠招 却还没有真正拼命 可没想到 却遭到了那九千多公里 神体的自爆 天哪 九千多公里 神体的瞬间自爆 如果不是 他有智宝铠甲护体 恐怕直接掩灭了 这宝铠甲护体 都依旧损失 约百分之二十的身体 他竟栽在一个不朽神灵手上 盗河王 佩峰尊者 死死盯着远处虚空中的罗锋 你够狠 你够舍得 竟然让那么大的 强大的身体 神力媲美宇宙尊者 身体更是高达九千多公里 这么强大的身体 你瞬间就自爆 你真是够狠 一般般 罗锋依旧很平静 我小瞧你了 佩峰尊者六只眼睛都锁定罗锋 下次 我会全力以赴 会像对付宇宙霸主一样对付你 九风 你也就仗着智宝比我多 等着吧 佩峰尊者 看了眼 鸠峰尊者 随即化作流光 迅速飞离 紧跟着一个瞬移 便消失不见 虽说同样是宇宙霸主 可佩峰尊者 来自北疆联盟的 其中一个强大族群 北疆联盟中的族群非常多 可论资源总量 却和鸿蒙相当 僧多米少 分配下来 佩峰尊者 能够拥有两件质宝 算不错了 而鸠峰尊者 却是来自人类 人类乃是巅峰族群 宝物众多 自然对本族强者 更加钟爱 鸠峰尊者 足足拥有四件质宝 形成完美搭配 凭借本身 超强实力 和四件质宝 旧疯尊者 自然能够力压 佩峰尊者 呵呵 罗峰 够厉害的呀 旧疯尊者 转头笑看罗峰一眼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九篇 不朽 第二十四章 证明自己 虚空中 渐渐恢复平静 只是原本的山脉碎片 却是完全消失 无踪了 鸠峰尊者 罗峰二人 站在虚空中 竟然能伤了 佩峰尊者 他可是宇宙霸主 即存在 凭借他的法则感悟 完全能催动 他身上至宝 站开第三形态 这样你都能伤他 厉害呀 厉害呀 旧疯尊者夸赞道 也就运气 罗峰一笑 至宝 一般是分形态的 如事物与义 分成三大形态 随着法则感悟方面 实力越来越高 自然能够 令至宝威力 越来越强 像罗峰之前 尝试驱动星辰塔时 便感觉 星辰塔内部的 一些法则密文 玄妙不可测 他连最基本的 整体催动都做不到 更别说 最大威力了 佩峰尊者 乃宇宙霸主 那至宝站开 也是勉强跨入 至宝门槛 以他能耐 的确能催动第三形态 防御暴涨 如此 才能在九千多公里 庞大神体的瞬间 自暴面前 仅仅损失 百分之二十的神体 实力就是实力啊 周峰尊者摇头 看着罗峰 不过那么大的神体 说自暴就自暴了 佩服 我和他实力差距大 也没其他办法 罗峰道 对啊 你和他差距的确大 你毕竟只是不朽 在法则感悟上面 和他差太多 同样的至宝 在他手中 和在你手中 发挥出的威能 就完全不一样 你的羽翼至宝 还无法催发出 最强威能吧 周峰尊者点头说道 嗯 罗峰点头 自己刚刚能催发 事无于第二形态 而且他根本没重视你 没将你当成 有威胁的对手 周峰尊者唏嘘 将来 你想要靠自暴伤他 他都不一定 给你机会啊 罗峰点头 将来自己 突然让幽海 分身现身 恐怕 配风尊者 会立即保持 足够远的距离 只要在十万公里外 避开爆炸 最核心处 那么自暴威胁 就很小了 而如果说自己 和配风尊者 近距离厮杀 自己突然放出 幽海分身 自己也不敢自暴 因为幽海分身 和地球人 本尊距离太近 会误伤 地球人本尊 这次自暴 地球人本尊 是距离爆炸核心 数百万公里 当然是丝毫无伤 若是地球人本尊 和配风尊者 近身厮杀 让幽海分身 突然自暴 地球人本尊 肯定是瞬间完蛋 配风尊者 也就受伤罢了 受伤的配风尊者 肯定会美滋滋的 顺手将 罗锋地球人本尊 死后遗留的宝物 来一个一锅端 仅此一意 他定是 既恨上你了 揪风尊者道 再在一个不朽身上 他肯定会想办法翻盘 避免你将来 吃大亏 关于他的讯息 我先告诉你一些 罗锋 联盟仔细聆听 配风尊者 有两件质宝 一件是质宝铠甲 一是质宝战刀 因为拥有的兵器 是质宝战刀 所以 他诸多心力 都耗费在 近身战方面 更创出了极强的刀法 依他的战力 配合那柄质宝战刀 那就真可怕了 很多重宝 恐怕他都能 直接一刀劈碎呀 揪风尊者 揪风尊者 缓缓说道 罗锋吓得一跳 这么强 你呀 你能坚持到现在 肯定抗下他的 灵魂密法攻击 灵魂方面 你不怕 揪风尊者道 至于远距离一些攻击手段 你应该也能应付 你唯一需要小心的 就是他的近身战斗 这是他最可怕的杀招啊 近身战 配合催发到极致形态的 质宝战刀 就算你拥有质宝战凯 若是没催发到极限形态 铠甲扛得住 你的身体 在那股冲击力下 却是扛不住的 揪风尊者 郑重道 除非 你获得飞行宫殿类的质宝 就能躲在里面 任凭他怎么攻击 都破坏不开 他的战斗秘法 配合这宝战刀 这么厉害 罗风忍不住问道 重宝 都一批就碎 不就是说 自己的古船银河很危险了 哈哈哈哈 重宝也分层次 揪风尊者笑道 一些套装重宝 一些顶级重宝 本身就接近质宝层次了 还是很难批坏的 不过一些普通的重宝铠甲 重宝兵器恐怕是不行的 罗风联盟点头 古船银河为顶级重宝 珍贵程度 媲美至宝 更是天生寿神 九之主当年的宝物 应该不至于那么脆弱 记住啊 小心他的近身战 九封尊者点头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嗯 罗风点头 罗风很清楚 刚刚一战 自己是不想暴露 所有底牌的 如何费尽王一战 自己仅仅使用 万星步道图的第二十罢了 第三十都没施展 至于和佩风尊者交手 若真是想要逃命 先躲进古船银河 然而 让谋杀族分身 携带古船银河 施展天赋秘法御 即可迅速逃掉 只是这样一来 就得暴露两大秘密 古船银河和天赋秘法御 特别是天赋秘法御 现如今知晓者 极少 也就九优之主 混沌成主等几位罢了 是自己计划中 非常重要的底牌 在面对宇宙之主以下的 超级存在 欲这一招施展的好 近乎百分之百能逃命 所以不到生死时刻 不急着暴露 至于高九千多公里的 优海分身 自己也总得稍微拿出点 杀招来 反正 优海分身自暴 很快就能恢复 荣耀世界露天广场 来自宇宙各方超级势力 各族的上亿传承者们 是一片喧闹 战斗到底什么结果 哎 费晋王实在是没有气度 刚才喊着要同步传送播放 可一战斗 明前出于下风 竟然就直接消失 不公开播放了吧 肯定是费晋王输了 对对对对 他肯定输了 传承者们 很多都对费晋王不满 之前费晋王说的格外嚣张 信心十足 一副要让所有传承者 都看清楚的态势 这也的确令 上亿传承者们兴奋 消息更是传递到 宇宙各方超级势力 连很多超级存在 都在关注 谁想到中途 费晋王竟然直接消失 不播放了 快看 刀河王 整个露天广场上 亿万传承者 齐刷刷的看过去 只见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正是刀河王 各位 罗峰看着远处 无数各族传承者 也看到了在远处角落 满是观惊之色的老师 真眼尊者 查曼王等人 当即朗声道 声音响彻露天广场 我和费晋王一战 已经结束 这是刚刚的战斗视频 迷蒙光芒 从罗峰护腕射出 直接出现在露天广场的半空 只见三枚虚拟投影出现 宛如真实在现 战斗 从费晋王 当河王见面开始 战斗格外激烈 费晋王完全被蹂躏 直至最后 费晋王为了不被奴役 被逼得自爆 这完全是宇宙尊者 及战力交手的水准 而交战的两位 都是不朽 一个是逆天的特殊生命 一个是宇宙人类 亿万年难得一出的 绝世风华人物 而结果 却是人类获胜 强大的不朽特殊生命 被逼得自爆 不可思议 这竟然死了 还是自爆啊 宇宙各族传承者们 完全震惊了 他们之前看到一半 都猜出费晋王输了 可没想到输得这么惨 竟然 陆天广场 是一片沸腾 完全震惊了 要击杀费晋王 那绝对 得是整整墙上 一个层次得做到 无数传承者们震惊 看向罗锋 而罗锋却是很平静的 走到鸿蒙团体区 和真眼尊者等坐在一起交谈了 嗯 正和老师交谈的罗锋 目光一扫 看到远处一道身影 佩锋尊者 罗锋眉头一皱 佩锋尊者 也在看半空中 那播放的视频 他一得到 北疆联盟 其他传承者 传来消息 说刀河王 竟然公开战斗视频 当即便吓得一跳 难道 这刀河王 公开他伤我的视频 达到佩锋尊者 这一层次 是极为重视脸面的 所以 他连忙将一事 连接荣耀世界来观看 还好啊 佩锋尊者 暗松一口气 仅仅是他和 费晶王战斗的视频 后来 他倒是没公开啊 佩锋尊者 忽然转头看去 远处 罗锋正看过来 二者视线相对 呵呵 佩锋尊者的六只眼睛 都掠过一丝胸里 嘴唇微微动了动 虽然没有发出声音 可罗锋 却能清晰判断出那句话 道河 下次我看谁来救你 下次你一样栽在我手里 罗锋嘴唇斗笼斗 也没出声 哼 佩锋尊者 目光更加冰冷 随即凭空消失 罗锋尊也是咧嘴一笑 随即转头 看向四周露天广场上 上亿的各族传承者 都在为那战斗视频而震撼 并且都迅速将这视频 给记录下 并且传送回各自势力 同样的 这战斗视频也传回了鸿蒙 传回了人类族群 我要立足宇宙强者之灵 首先在人类族群中的根基 就得闻 我入住雷霆岛山腰 令人类族群很多宇宙尊者 对我都有些不满 我再怎么辩解也没用 一切靠战机来证明自己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哼 相信很快就见尊者 等一群宇宙尊者们 就看到这战斗视频了 主动公开视频 就是要用实打实的战机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普通宇宙尊者层次的对手 我罗锋不但能辟敌 还能击杀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九篇 不朽 第二十五章 最高会议 雷霆岛山腰 绵延一眼 看不到尽头 罗锋的宫殿群中 仅仅十二名仆从 都是从罗氏家族内 精心挑选的借助 当罗锋 创究极绝学 万兴步道图 耗费超过八万年时 罗氏家族 凭借巨额资源 在这八万年中 却是真正发展成了 超级家族 不管是人口数量 修炼体系 培养体系 强者数量等等 绝对堪称 一等一的超级家族 单单借助 就培养出了一大群 数万年 培养一名借助 是很正常的 资源足够多 更是轻松 当年八八塔 都自信将罗锋 培养到借助 那时候 八八塔 才多少点资源 罗氏家族 现如今资源 是当年 与莫星主人 忽颜博财富的 不知道多少倍了 家主 家主 当罗锋 走在廊道中时 远处两名借助 连忙恭敬行礼 眼眸中 更是有着炽热 作为罗家子弟 他们是极端崇拜 罗锋的 你们先退下 罗锋很快走出廊道 来到整个宫殿群 前方的一片广场 再前方 便是悬崖了 是 两名借助退去 罗锋摇看远处 一道人影正飞来 正是 真眼尊者 老师 罗锋笑着喊道 罗锋啊 真眼尊者 降落在山石上 老师 坐 罗锋走向一旁 引领道 这山石铺就的广场上 有数处亭台 亭台内 都有精致的木桌木椅 二者相对而坐 我给你一封邮件 你是立即就来找我 真眼尊者笑咪咪道 真是老师的好弟子啊 尊敬老师嘛 罗锋笑着道 哈哈哈哈 就别壮了 真眼尊者哈哈一笑 我知道 你是想知道 其他宇宙尊者的 一些动静 对吗 罗锋 黑黑笑 老师英明啊 自己和费晋王一战 已经过去了两天 那战斗视频 早就传入了人类族群中 人类族群的很多宇宙尊者 都看到了 肯定会有一点反应 当初很多宇宙尊者 都一副很不满的姿态 北地里说了不少话 现在 自己战机摆出来了 那些宇宙尊者 恐怕都有些傻眼吧 罗锋想想 都暗爽 真想亲眼看看 那些宇宙尊者的脸色 或许 很多普通生命的喜怒哀乐 罗锋看得比较淡 可是 人类族群的诸多宇宙尊者 个个可都是超级存在 很多甚至都是开辟宇宙国的 能让他们傻眼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应得很 真眼尊者哈哈大笑 经常是不爆发则已 一爆发就吓人 之前很多宇宙尊者暗中说你 你却一点不辩解 现在 一战即杀费晋王 你倒是公开了战斗视频啊 罗锋笑了 和你想的一样 那些宇宙尊者们 傻眼了 真眼尊者眼眸中也满是兴奋 别的我不知道 单单我那些好友 之前还劝我让你主动离开山摇 现在遇到我 倒是个个惭愧 个个向我赔罪 并且也顺道透过我向你表达歉意 歉意 罗锋一政 是啊 你能击杀费晋王 代表你有宇宙中等尊者实力 真眼尊者惊叹道 你才不朽就这么恰 那些宇宙尊者们自然敬重你 将来 等你跨入宇宙尊者行列 那几乎板上钉钉 是宇宙霸主了 也没几个 愿无缘无故和你为敌呀 罗锋点头 就是这样 实力弱实 超级强者们自然会俯视你 而当实力和他们相当 甚至潜力更加可怕时 那些超级强者也会立即醒悟 反而会道歉 甚至于紧跟着来结交 交好 嗯 罗锋点头 其实这两天 我已经收到好些祝贺邮件了 有不少是宇宙尊者的 像前无国主 皈依尊者 等一些本来和罗锋 关系就近的一些宇宙尊者 是第一时间 发来邮件 表达恭贺 一些罗锋 从未接触的一些宇宙尊者 也发来邮件 并且还说 过几日 亲自来拜访 当然 还有很多背地里 曾大肆表达不满的一些宇宙尊者 当初叫得最欢 此刻 也一时间 做不到立即变换脸面 好好接触 多结交些宇宙尊者 这几天 我也待在你这 有些强大的宇宙尊者 可不一定看得起我 他们却看得起你 老师也占一点便宜 真眼尊者笑道 尽管占便宜 罗锋黑黑一笑 能让老师占便宜 是弟子的荣幸 接下来的几天 罗锋这儿的确很热闹 经常有宇宙尊者 前来做客 当罗锋击杀费晋王的消息传开时 也代表罗锋 真正跨入了一个新的圈子 宇宙尊者 这一层圈子 强者间 更加看重的是实力 之前罗锋 虽然受到族群重视 可族群中的 其他宇宙尊者们 却也不会主动来接交 在他看来 天才只是天才 还算不上真正强者 而现在 罗锋已然是强者 将来 恐怕更加强大 成为人类族群的支柱存在 都很有可能 古伦国主 北亥尊者 金服尊者 哇 好多宇宙尊者 宇宙国主 这五天 都已经来了 163名超级存在了 家主啊 家主实在太厉害了 在这担当仆从的 罗家两名戒主 彼此传音 都非常激动 传说中 高高在上的 宇宙国主 宇宙尊者们 他们却能 见到一个又一个 许多不朽神灵 终其一生 都见不到一个 可在罗锋这 能轻易见到 罗锋 真眼尊者 九宴国主 他们三个正在一起 高谈阔论 笑声朗朗 嗯 罗锋忽然转头 只见遥远处 空中一道流光 正飞来 悠悠 宇宙尊者来了 九宴国主 也转头看去 远处 正有意穿着 火红色战袍的 光头男子 光头男子 面带微笑 笑容有着 奇异的魔力 令人不由自主 沉浸在 一股浩瀚星空的 意境中 是 诡异尊者 真眼王 吓着道 诡异尊者 九宴国主 也起身迎接 二师兄 罗锋子 是当先走出去 皈依尊者 乃是 混沌城主 麾下 众多弟子中 排行第二 而且 常年 侍奉 混沌城主 左右 绝对属于 混沌城主 的亲信 加上 因为一直 待在 混沌城 皈依尊者 实力 也一直 是个谜 可其 稍微 展露出的 却足以 让各方 震惊 他几乎 代表着 混沌城主 的口舌 混沌城主 很多事 都是由这 二弟子 传达 执行 师弟 这真是 很热闹啊 贵仪尊者 看了一眼 九宴国主 九宴国主 没打扰 你们聊天吧 没有没有 我和罗锋 真言 也就是 随便聊聊 九宴国主 道 贵仪尊者 点头一笑 你们 没重要事情 我倒是 有一件 重要的事情 嗯 罗锋 看向 贵仪尊者 师弟 贵仪尊者 微笑道 我奉 老师令 亲自 传达消息给你 关于你加入 我人类最高 会议的提案 最高层 已经审核通过 自此 你便有资格 位列最高 会议席位 最高会议 罗锋 顿时露出喜色 虽早在意料中 自己一旦 表现出 足够的实力 就很容易 被批准 可罗锋 还是很开心 终于 自己终于是 被人类族群 最高层批准 进入那一行列了 罗锋啊 恭喜啊 真眼尊者 笑道 哈哈哈哈 你们师徒俩 一前一后 进入最高会议 这也将是我 人类族群的 一大家话呀 九颜尊者 哈哈笑道 旁边的 归一尊者 则是继续道 师弟 虽然你有资格 位列最高会议席位 可这最高会议 很久才开一次 每次开启 都是有关 我人类族群的 重要大事 不过据我所知 近期倒是很快 就要举行一次 最高会议 相信很快 虚拟宇宙系统那边 会有通知给你 哦 罗锋眼中 有着一丝期待 近期 嗯 九颜国主眼中 也有了一丝郑重 对 近期是有一次 罗锋 这次最高会议 很重要 什么事 罗锋忍不住追问 很快就要举行了 到时候 你就知道详细情况了 九颜国主 确实说道 当然我也仅仅是猜测 不一定就是那事 罗锋疑惑 看了眼九颜国主 皈依尊者 真眼尊者 同样是疑惑 皈依尊者 和九颜国主 很快离去 他们俩根本 没有详细说 近期举行的 人类族群最高会议 到底是为了什么 罗锋 真眼尊者 也没有追问 反正 很快会议就要举行了 荣耀世界的讯息 罗锋刚意识脱离 虚拟宇宙 一丝 一时连接荣耀世界 就迅速接收到好些讯息 有些是鸿蒙的一些传承者的邮件 其中却有荣耀世界系统发来的邮件 刀河王 你是祖神教上义传承者中的佼佼者 你用战绩证明了你的实力 更因为你的战绩 令你受到我祖神教兽神的关注 在近期 我祖神教八方兽神中的雷之兽神 将会亲自现身紫荆岛 在紫荆岛 主持赐予 赐予你宝物 罗锋有些错愕 看着这条讯息 雷之兽神 降临紫荆岛 公开主持赐予 赐予自己宝物 卓虫王那样的好事 落在我身上了 罗锋惊讶 我记得费晋王 就没有得到质宝赐予 而竹虫王 则是得到了足足两件质宝赐予 八方兽神之一 亲自降临来赐予 罗锋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 弄得有些发懵 欢迎收听 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九篇 不朽 第二十六章 武装 祖神教 即将公开赐予宝物 罗锋当然是乖乖待在紫荆岛 等候那一天的到来 紫荆岛 罗锋府邸内 雷之兽神亲自降临 赐予你宝物 真眼猛地站起来 眼睛瞪得滚圆 这 这 你没开玩笑吧 老师 这种事 我怎么会开玩笑呢 就在静气 雷之兽神 就将降临啊 罗锋说道 真眼尊者 摸着他脸上的毛发 在厅内走来走去 愁眉苦思 嘴里还嘀咕着 如果是八方兽神之一 亲自降临 这么大张旗鼓 最起码 也得是一件质宝 可不对啊 祖神教 虽然是宇宙第一大势力 也不会随便 扔一件质宝的 老师 什么叫扔啊 罗锋不由笑道 竹虫王 能被赐予两件质宝 我被一件 也没什么吧 你和竹虫王不一样 真眼尊者摇头 不一样 罗锋一愣 自己展露出来的实力 便和竹虫王相当 竹虫王是外围成员 自己也是外围成员 有什么不一样 竹虫王 他是特殊生命 真眼尊者正重道 他没有其他势力衣服 他完全是隶属于祖神教 而你不同 你首先是鸿蒙的 其次才是祖神教外围成员 向那费晋王 因为被北疆联盟给吸纳进去 所以祖神教一件质宝都没赐予 罗锋忽然明白了 祖神教乃宇宙第一大势力 虽说不争 可对于其他势力的超级强者 恩宠程度还是下降的 费晋王 第一效忠对象 乃是北疆联盟 你 第一效忠对象 乃是鸿蒙 乃是人类族群 竹虫王没有加入其他任何势力 他的第一效忠对象 却是祖神教 真眼尊者看着罗锋 我搜集诸多逆天传承者的资料 便发现 只有完全效忠祖神教的 才会得到最好的待遇 而若是有其他势力背景 虽说也有恩赐 却要差得多 罗锋点点头 有道理 在面对祖神教和人类族群的抉择时 你毫无疑问 会第一选择人类族群 真眼尊者道 所以祖神教 就算赐予你宝物 就算拉拢你 应该也不会给予太多 可是这次 却是雷之兽神 亲自降临 这般规模 赐予你的宝物 如果仅仅是一件重宝 恐怕是侮辱 八方兽神 所以定是至宝一级的 所以我很疑惑呀 真眼尊者 皱眉 罗锋听的点头 自己毫无疑问 第一选人类族群 关于祖神教 自己的忠诚度的确不高 即使这次祖神教 要大张旗鼓 赐予自己宝物 也仅仅让自己有些感恩 记住这一份恩德罢了 若说忠诚 毫无疑问 自己忠诚的乃是人类族群 不管怎么说 真眼尊者看向罗锋 显然是非常重视你 因为极为重视你 即使你是人类族群的一分子 祖神教依旧赐予宝物 嗯 罗锋点头 不过 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虽说我估计是质保一层次的 可祖神教出手 估摸着也不会太大方 真眼尊者道 等着就是了 不要白不要 罗锋道 罗锋看着真眼尊者 心中则是暗想 若是祖神教赐予的宝物 对自己用途不大 和已有的质保功能 有重合 那么也适合送给真眼老师 时间一天天过去 罗锋在紫禁岛中 等待着那一天 并且在等待过程中 罗锋则是熟悉着 从费晋王那得到的 诸多宝物 世界戒指中 那北疆联盟 拉拢费晋王 还真是舍得出本钱了 地球人本尊 身上正穿着一套 金色的造型 奇异的铠甲 这套铠甲 肩头处隆起 布满着奇异的怪兽密纹 并非罗锋所见过的 八方兽神的任何一种 这便是质保战凯 罗锋认主后 一穿 质保战凯 便由不少讯息传递过来 这质保战凯 名为金镇孔王凯 共有三重形态 攻击在金镇孔王凯 承受范围内 第一重形态 即可将物质攻击 削弱到剩下百分之一 第二重形态 即可将物质攻击 削弱到剩下千分之一 第三重形态 即可将物质攻击 削弱到万分之一 若是攻击 超出金镇孔王凯承受范围 那么削弱幅度会差很多 甚至微能太强的话 几乎都无法削弱 如面对宇宙之主的 绝杀攻击 即使第三重形态 能削弱一半 那就得谢天谢地了 像这种普通质保 在宇宙之主战斗中 很多都没用了 若是坐山客等存在 甚至能轻易弄碎 一件普通质保 普通质保 那些宇宙之主不在乎 可是却让无数宇宙尊者 赤狂追逐 罗冯观察着身上 这散发着古老气息的铠甲 反正我现在还没有能耐 去招惹宇宙之主 这金凯对我而言价值无量 难怪个个都想要 至宝 罗峰惊喜感叹 他终于明白 那佩峰尊者 为何在高九千多公里的 优害分身 瞬间自爆面前 仅仅受伤的原因了 靠的就是 去催发到极限形态的 至宝铠甲 不知道佩峰尊者的 至宝战甲 和我的金凯比 哪个强哪个弱 罗峰按道 那费尽王穿着金凯 幸亏我有至宝新尘图 五百二十颗新尘充宝 唯一能叠价 令我攻击力暴胀 星尘图和金凯 刚好差不多抵消 这才能令费尽王隐落 罗峰随即抬头 看向远处 远处大地上 正盘踞着一庞大的巨兽 正是金凯巨兽 这金凯让地球人本尊传 待的将来 得到结甲 结甲便让金凯巨兽传 罗峰按道 金凯和结甲不同 金凯仅仅是防御能力 而结甲能够衍生出 兵甲 将甲 王甲 等一系列甲铠来看 结甲本身穿在身上 也将负有巨大的神体力量 在罗峰计划中 地球人本尊乃是走精神念师流派 不需要净身战 那么金凯就足够了 金脚巨兽分身 却是净身厮杀 结甲在金脚巨兽身上 才能发挥最大用途 从费金王身上 罗峰得到不少宝物 而真正适合 罗峰用的却是两件 一个是质宝 金正虎王楷 另一个是套装重宝 吞天弑地爪 由四个爪套组成 那费金王之前 曾经穿在双脚和双手上 现在则是融入在 金脚巨兽的四只体爪上 四者唯一能爆发 可传地叠加到 其中一个爪套上 令攻击力极强 费金王身上 还有其他几件重宝 对罗峰却没有用 一些恢复神体的珍贵材料等 罗峰有源源不绝的 无尽忧海 自然也看不上眼 罗峰一边熟练着 至宝金凯 和撕裂爪 一边等待着 雷之寿神的降临 当然 金凯和撕裂爪 是罗峰自己起的名字 在接到祖神教 那条邮件后的第十一天 紫禁岛上 一股无形 却让所有传承者 心计的威亚降临 这股威亚 之雄混之霸道 比紫禁岛岛主 那位护教兽神 还要可怕 顿时 惹得一名名传承者 从自己宫殿内 飞出 雷之寿神要降临了 真言尊者 也迅速飞出来 而罗峰府邸内 摩杀罗峰 正盘膝而坐 地球人本尊 正在体内世界中 一次次熟悉 金凯 去催发金凯 当那无尽 威亚降临时 摩杀族分身 顿时露出 惊喜之色 同一刻 地球人本尊 也从世界戒指中出来 终于来了 罗峰深吸一口气 一步便跨出门槛 而后开始 腾空飞起 紫禁岛 半空中 密密麻麻 有着上意的传承者身影 个个都抬头 看向高空 罗峰 睁眼尊者 并列 也抬头 看着高空 呼 无尽的雷电 不满高空 一时间 无尽雷电 遮蔽了整个紫禁岛 令传承者 都看不到 五彩激光湖了 无尽雷电中 隐隐有着 一庞大的身影 维亚 正是从他身上 散发出 哼 一到冷亨 天地间雷电 猛的一仗 那维亚 也猛的变强 令原本在半空中的 上意传承者 全部 哗哗哗的 坠落在地面 就连 宇宙尊者的 传承者们 也同样 抵挡不住坠落 渐渐地 那庞大的身影 缓缓下降 缓缓露出 他的真身 他全身满是 青色毛发 一根根毛发 就仿佛雷神之饼 而三条蹄爪 更是仿佛 踩踏镇压着 整个空间 那微微张开的雨翼 更是令上空 无尽雷电涌动 他那高昂的头颅 最耀眼的 便是那一对 巨大的眼眸 眼眸犹如海洋 海洋中 有着无尽的雷霆 雷霆之眼 俯瞰下风 没有谁 敢与之对视 好玄妙啊 罗峰仅仅看了一眼 便感觉高空中 那巨大可怕的存在 就仿佛 宇宙本源法则的 其中一部分 都说成为兽神后 便是融合法则化身 可护教兽神 却没这么可怕 难道 坐上兽神尊位 会发生质的变化 所有传承者 都沉浮了 他们沉浮的 不是那股威亚 而是 那宛若 宇宙本源法则降临的 不可抵抗 五八方兽神之 雷之兽神 声音如雷 兽神鼻孔 喷出的气流 更是化作雷声 响彻在 整个紫禁道 传承者罗峰 道河王 声音一出 无形力量 便直接降临 束缚住罗峰 令罗峰 开始缓缓 声向高空 顿时 下风的宇宙各族 上亿传承者 都抬头惊愕看着 那缓缓升空的 刀河王 他们都明白了 雷之兽神降临 就是为了这人类 刀河王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 第十九篇 不朽 第二十七章 逆转时空 这便是对时空的控制 罗峰感觉着束缚自己的无形力量 不是时间 不是空间 而是一股更加高位的力量 刀河王 缓缓上升 这一刻 就仿佛缓缓上升的太阳 那般耀眼夺目 吸引上亿传承者们的注视 而雷之兽神 也同样俯瞰下风 雷霆之眼 注视着刀河王罗峰 隐隐有着一股善意 友好 而原间那股 完全束缚罗峰的力量 也凭空消散 令罗峰有些错愕 而这时 这间雷之兽神 缓缓张开嘴巴 再度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刀河 雷之兽神开口喊道 罗峰站在半空中 连忙恭敬行礼 兽神 你的实力 你的进步 你的意志 都令我满意 雷之兽神 俯瞰下方 目光完全聚集在 罗峰身上 我有一件宝物 欲要赠送于你 哇 下方上议传承者们 顿时一片哗然 几乎个个都露出震惊 羡慕之色 竟然还真是公开赐予宝物 兽神亲自降临 赐予宝物啊 这么大动静 赐予的肯定是 至宝一层次的 否则 哪配得上高高在上 兽神的地位啊 这刀河王 也太走运了 竟然又得到至宝 那些传承者们 都忍不住悄然 彼此传音议论 个个都是激动无比 而雷之兽神 也不阻拦 他很欣喜地看到 其他传承者们的 羡慕嫉妒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如果不朽急 就能击杀费晋王 祖神教 恐怕也会特别照顾你 赐予你宝物了 对啊对啊 刀河王可是和竹虫王 一层次的 竹虫王当年 就被公开资予过宝物 努力努力 一定要努力地修炼 或许有一日 我也会被祖神教 公开资予宝物的 罗峰是听不到下方任何议论 他也懒得听 他现在完全是满心的欢喜期待 谢兽神 罗峰恭敬行礼 你且继继继续努力 不可懈态 雷之兽神 声音轰隆 同时在他的前方 忽然出现了 一巨大的雷电光球 这雷电光球 直径约数万公里 同时 他也朝下方开始坠落 正是坠落向罗锋方向 宛若一颗流星 坠落过程中 雷电渐渐开始消散 当坠落到罗峰上空时 雷电就已经完全消失 只剩下一巨大的 约有数百公里直径的古老镜子 这一面镜子呈圆形 镜体材质为金色 而那镜面上 则是隐隐有着一丝丝金光流转 这古老镜子就这么的缓缓降落 最终悬浮在了罗峰的前方 罗峰愣愣看着眼前 这巨大的镜子 镜子 罗峰眨了下眼睛 相信他对你有大用途 收下吧 雷之兽神 俯瞰下方 他的一只眼睛 就比数百公里的镜子 还要大得多 是 罗峰恭敬应导 同时心意移动 便将这通体 主要为金色的古老镜子 给直接收入 世界戒指 至于研究这宝物 罗峰还是计划 等这位兽神离开后 再研究不迟 毕竟 八方兽神 在祖神教中地位 可是极高的 刀河 不要让我失望啊 雷之兽神 开口带着一丝笑意 嘱托一声 随即 封 天地间 雷震动 那雷之兽神 巨大的身影 便凭空消失 而之前 那无形的威亚 也消失不见 雷霆岛 完全恢复正常 之前被压制的 只能在地面上的 大量传承者们 这时候 一下子 便仿佛炸开般 个个都为刚才的事情 而交流起来 一片嘈杂 道河王 恭喜啊 道河王 恭喜你又得到一质宝 还有不少一族传承者们 更是直接来搭话 罗锋却只是笑笑 迅速离开 回到自己的府邸中 认识其他强者 想要来交流 罗锋都懒得理会 只留下很多传承者 疑惑得很 那镜子质宝 到底是什么宝物 不知道 我倒是见过 镜子类的质宝 是辅助施展 幻术攻击的 对啊 道河王精通的乃是 念力兵器攻击 祖神教 给辅助幻术攻击的宝物 干什么 你们也别乱猜 外表是镜子模样 到底是干什么的 除了那道河王啊 也没几个知道 紫禁岛上 一片喧闹 并且 雷之兽神 亲自降临 赐予罗锋宝物的消息 也迅速 传播开去 几乎同时 北疆联盟那边 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哈哈哈哈 祖神教 自宇宙诞生以来 他们的手段 永远那么记着 四体白毛生物 缓缓在虚空中行走 发出声音 现在 看着那人类刀河王 很是优秀 就立即开始拉拢 呵呵 佩峰 你没记错 那费晋王来过这儿 是的老师 佩峰尊者 正恭敬跟随在后方 费晋王的确来过这儿 而且 还站在我宫殿前的广场上 什么时候 四体白毛生物追问 就在三年前还来过 佩峰尊者 道 嗯 四体白毛生物 缓缓走在虚空中 很快 落在远处 已悬浮的 宫殿前的广场上 佩峰尊者 也恭敬跟随 你先退去 我即将施展 逆转时空 别在我施展范围内 四体白毛生物 发出声音 是 佩峰尊者 眼睛一亮 联盟化作流光 飞到遥远处 同时也期待地看过去 虽说他乃是宇宙霸主存在 可是 也仅仅只是轻眼看过一次 宇宙之主 施展逆转时空的场景 这将是他第二次观看 主要是逆转时空 引起动静太大 甚至 连宇宙之主 都会因此受伤 若是因此受伤厉害 那么将会是敌人 趁机击杀宇宙之主的 难得机会 所以 一般宇宙之主 都会秘密施展 除非很信任 或者是施展引起的 反噬程度小 否则很少 让其他强者旁观 一阵阵 若隐若现的低吼声 从四体白毛生物口中发出 他正平静地 看着周围 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时空 时间开始迅速倒退 就仿佛 倒放电影一样 而且以极快的速度 在倒放着 在这广场上 曾经很多强者来过 只是周围场景变幻 一名强者 飞行都是背对的往后飞行 说话都是翻过来说 比如 恭敬喊 配封尊者 在倒放时 却变成 者尊封配 时间迅速倒退 一切宛若虚幻版 原本倒退的时间 骤然停止 而周围时空之前情景 在不断倒退变化 却也猛地停止 只见这停止的时空中 费晋王 正和配封尊者对话 那是我 遥远处 处在逆转的时空之外 配封尊者 惊愕地看着这停止的情景 和费晋王在一起的 正是他 逆转的时空中 一切都是虚幻 唯有四体白毛生物 才是真实 费晋王 四体白毛生物 目光落在费晋王身上 来吧孩子 四体白毛生物 轻声喊道 顿时一股无形力量 迅速保护住费晋王 返回时空 轰 原本倒退到这一刻的周围时空 也迅速开始返回 就仿佛 一根发条在不断地转动 转动 当转动到一定程度后 它会自动反过来 再转回去 就仿佛弹簧 不停地往下压 压 压 可当一旦停止压好 弹簧 也会反弹回去 这就是一种反弹 宇宙自身 也会有自我恢复的能力 当宇宙之主 进行逆转时空后 宇宙本身 就会开始再返回 而逆转时空的每一个时间点 都是过去的一切 不应该再存在于现在 若是强行保护 自然会受到宇宙的反噬 费晋王嘶吼着 时空返回 一股股无形力量 一次次迅速作用在他身上 而四体白毛生物 却是平静看着这一幕 他保护着费晋王 令宇宙反噬之力 透过费晋王 传递到他身上 他堂堂宇宙之主 完全能够抵抗这股 宇宙反噬之力 啊 费晋王在惨嚎 疼痛 在时空返回过程中 宇宙的一波波反噬 每一波反噬 都足以轻易灭杀他 逆转时空而复活 这本就是违背宇宙法则的 这将会遭到惩罚 这种惩罚却是宇宙之主 主动来承担 时空在返回 数年前的情景 之前在逆转 现在有加速播放回去 其中一切都只是虚幻 唯有四体白毛生物 和费晋王永恒不变 穿梭度过一个个时间点 片刻 时空的返回终于停止 一切恢复正常 费晋王 你已复活 不过你别忘记 你死过一次 我 死过一次 费晋王愣愣地 忽然之前 所有的记忆 迅速涌入 一切一切全部恢复于心 是他 是他 到何王 费晋王眼睛都亮了起来 眼眸中有着疯狂和不甘 我的费宝呢 我的费宝 费晋王忽然察觉到不对 四体白毛生物俯瞰着费晋王 平静地 费晋王 逆转时空中 我仅仅是保护你 将你从过去施工带回 我是不会保护一件质宝带回来的 那代价比再弄十件质宝都要大 我仅仅复活你本身 其他质宝重宝等等 全部都在时空的返回中 消散了 说完后 四体白毛生物行走在虚空中 随即便完全消失不见 恭送老师 配封尊者连忙恭敬行礼